在很多人的心中 其實這件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你經常幻想一下你晚上在駕駛 不是在香港 比如在美國 晚上駕駛的公路有時是沒有燈的 你幻想一下你在晚上駕駛的車的時候 突然間見到一個很巨型的不明飛行物體 在你路前面出現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是非常驚嚇 或者相當恐怖的一個經歷 甚至可能有些聽眾都會留意到 當一些人接觸了之後 不知為何自然有一班人 有一部份的人 他們會出現一些狀況 那些狀況就不是斷斷這樣說 好像被外星人腦拐了上去 然後回到來好像痴痴呆呆 想的東西不同了 說的東西不同了 好像有些普通人去看就覺得他們傻了 不是那些這樣的副作用 而是在過去有些目擊的個案裡面 有些人見完之後 可能他沒有見過外星人 只是見過飛條 見過那個不明飛行物體而已 但是身體就好像感染了一些病 或者感染了一些輻射 而產生了很多一些很奇怪 或者很突如其來的一些症狀 而正正今次的這個案子 這個叫做Piney Woods的接觸事件 亦都有一個同樣的情況出現了 幾位接觸者都受到身體受到 若干少許的一些影響 而出現了一些症狀 甚至他們是想透過政府 透過法律索償 所以這件事都是一件大件事 也牽涉了一些空軍基地 也都上了報紙